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她睡过头了 稀里糊涂从考场大院走出来 如果没看见那个被处死的西夏女 也许她就回老家谭州府继续复习 来年再来 偏偏这个冰死的女人 让她对遥远的大漠发生了兴趣 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如果不是在战场上 多次体会那种出生入死的感觉 她可能还在儒家的中庸之道里蹒跚 但在生一死的刹那 佛经打动了她 于是她走进了佛 如果没有在烽火台上碰到那个回鹤女子 如果那女子不是个贵族 也没有从那轮廓鲜明和弱不尽风的体态中 透出那种射人的力量 那种让人具为极有念念不忘的魅力 那么赵行德可能就不会与她有任何纠葛 也不会看到她从城墙上的纵深一跃 没有大将诸王里的帅步反叛 没有让为池垂天欲敌的一对项链 也没有沙舟瓜舟城池在大火中的一幕 没有这一切 也就没有了千佛洞的长书 没有了那个神秘的敦煌 不论多么珍贵的东西 有时也会淡忘 那是一时疏忽的偶然 还是人生的必然 缘分如同油丝 一吹即断 行德在星庆开始制作 旱下词汇对照表 曾经的雪战成了一场噩梦 以前的时光成了毫无乐趣枯燥的日子 至于曾经待过的梁州和甘州 也仿佛远在一个脱离了现实的地方 不可能再前往 生活在星庆 简直没法想象自己 有朝一日还得回归前线 而那位回贺女子如今 也已成为遥远的存在 起初 没想到那女子 行德内心便会有一种追心的痛楚 临别之际 女子御守的那份冰凉的感觉 也会在她掌心复苏 但随着时光飞移 一切也就渐渐远了 但 她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同那女子有过一夜姻缘 会不会只是梦中发生的事 如今她已没有了 要为那女子返回甘州的心意 行德对她的感情到底有多深 她对她的感情到底有多远 她本来已经逃出城外 但是因为心上人与她商定 在城楼上见面 她竟跑回城内 不论这个情节设计得是否合理 她出现在城楼上 也在那里被行德发现 行德的心中一颤 注定了一个缘分 行德一是帮助她藏身 为她拿来水和食品 她认定她的心上人已经战死 而脱身为行德 有了一夜的深情 然而行德忽然接到命令 必须离开一年 她需要有人照顾她 别人行德不放心 只能是大将朱王莉 但是朱王莉看到那女人 说这女人不是一般的女人 让别人去照顾她 朱王莉于是让手下的回贺人 去照顾这个回贺人 一定走吗 女人问 一定 一年后回来 那我在这等着 请务必回来 女人用井上镜的日语式的腔调哭着说 她摘一下井上两副欲练的衣服送给她 行德心一横离开了小屋 月光下身影墨一般的深深印在烟灰似的地上 但是行德把她淡忘了 甚至是有意识的 两年之后才又回来 这期间 朱王莉没有守得住 把回贺女据为己有 然而英雄所见略同 她被夏王李元昊看上 拿去 临别时 朱王莉抢过另一副欲练作为纪念 这些 行德很久以后才知道 对于她 行德只是四个男子中间的第二个 这女子是不情 还是无奈 三 意想 这女子只是一个意想 薄情还是无奈 其实无多大意 她的意义是死去 却让行德从此有个意想 井上镜让她变成一个黑点 在城楼上一跃而下 那个黑点 从此根植在行德的心上 她对她到底爱有多深 其实也不重要 她十言一年没有回来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但是那黑点带来的意想 却从此挥之不掉 愈加深刻 这意想让她有了一种感觉 有些东西可以舍 有些却越缠越深 尽管思想情窃 但舍命边疆的意念 已悄然盘踞心间 而且她浅浅感到自己的心 要去寻找某种绝对的东西 渴望以皈依的方式膜拜 她的心深深地被佛教吸引 她不太经常想起她 偶然想起她的时候 她的样子还是很鲜明 她竟然感到一种持久的静谧 不是对故人的情爱 而是一种 绝除七情六欲之后 对某种近乎纯粹完美事物的感叹 一切既是因缘 她开始引用佛教用语 她开始想做一个大事业 就是把所有佛经翻译成西夏文 那个黑点的异象是她的佛 那把项链是她的念珠 四 抱怨 物质对于行德来说已不重要 她关心的是佛所能提供的某种永恒 她脖子上的那幅欲炼 不具有任何物质意义 只是一个灵气 但是对于魏池这个曾经皇室 如今是匪徒兼商人来说 行德的那幅欲炼 她懂得是特殊的材料做成的 价值连成 她在战笼中寻找的东西 是更多的财宝 为了这幅项链和更多的财宝 她愿意告诉行德 她可以躲避战火的地方 牵佛洞 行德发现这个可以埋藏珍宝的地方后 想到的是 财宝 生命 权力 据数个人所有 经典则不同 不属于任何人 只要不被烧毁 搁在那里就行了 谁也抢不走 谁也无法 具为己有 但是完好的放在那儿 便以价值连成 那些经术 于是被行德假冒 称珠宝 埋进了千福洞 行德在危急之中 写了一顿话 是为他这荒谬偶然的一生的总结 为师景佑二年 以害十二月十三日 大宋国谭州府举人赵行德流利何兮 事与沙州 金渊外贼演习 国土扰乱 大云寺比丘等搬移圣经于莫高窟 而造长弊中 于是发心 竟写般若波罗蜜心经一卷安置洞内 服愿龙天八部 常为护柱 城荒安泰百姓康宁 此愿甘州郡主 称此善音不逆幽名 现实业障 并将消灭 或付无量 永冲供养 行德在写到甘州郡主那几个字时 稍稍停笔 短短一顺 眼前浮现出 甘州高高的城墙上 画作一个黑点 直最地面的回鹤公主的倩影 她的脸庞比重前白皙许多 秀发泛出淡褐色的光泽 郊区也较浅瘦小 岁月改变了行德 心中回鹤女子的模样 五 尾声 多年前读过这本 很薄的长篇小说 印象深刻 今天一天读完 一起喝成济汁 应不再重读 这就是景上经的敦煌 这就是景上经常的敦煌 这就是景上经常的敦煌